有關林議員被恐嚇的部分 林議員在前兩日他來我們分局新疆派所報案 報案指稱他在3月29日的十二時許 在臉書的私訊發現以名蔡姓的男子對他言辭恐嚇 本分局接獲報案後隨即於行大的特政隊共主專案小組來偵辦 臉書有留下留言的訊息 找到該犯嫌的親戚 然後我們就北上到桃園 然後再從桃園到三重 然後到三重的時候剛好發現這一個犯嫌 還在家中 那我們把他臉書所PO的文章 還有他臉書的圖像跟他的手機做一個比對 那這個犯嫌看到警方提供的證據 他坦承犯案包括對林議員所做的臉書私訊 有恐嚇的延遲他均坦承 那另外他也私底下表示 對於這樣的行為 他願意對議員來提出那個道歉的行為 那當初的動機是 那他當初的動機就是說 林議員他在議會質詢的時候 那新聞媒體有在播報 然後他當下看到新聞媒體在播報 那個林議員質詢的情形 他一時性情 我覺得不是很符合他的意思 他就向林議員的臉書來 視訊做廢話的言情 因此休息